大家好,歡迎收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今天我們想要聊的這部電影 應該是今年所有影迷都非常期待的 《復仇者聯盟 無限之戰》 《Avengers Infinity War》 漫威從2008年的《鋼鐵人》開始佈局 到今年剛好屆滿10年 在這精彩的10年裡 我們看到無數個性鮮明的超級英雄 投身在大螢幕上 我們陪著鋼鐵人尋找自我 看著美國隊長奮戰 聽著索爾跟洛基兩兄弟鬥嘴 對許多人來說 這些超級英雄早已經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作為十週年的極大成之作 《無限之戰》不只把所有的角色湊在一起 更透過他們的集結來揭開漫威宇宙的下一幕 這部電影的精彩度只能用破表來形容 幾乎每一個超級英雄在片中 都有一定的戲份跟重要性 但是很明顯地 這部片的主角其實是超級大反派Thanos 甚至我們覺得 《無限之戰》其實是在替明年5月要上映的 《復仇者聯盟4》做鋪陳 也認為Thanos會是帶領漫威宇宙 進入下一個十年的關鍵人物 如同過往其他Marvel的英雄角色 每一個角色在他們的系列電影裡 都經歷了自己的英雄之路 他們有過徬徨、經歷掙扎 最後克服挑戰而成為英雄 而在《無限之戰》裡 Thanos也像是開始了他的英雄旅程 因此今天這一集的節目 我們想要做一些不同的嘗試 從Thanos的角度來討論這一部電影 Thanos的家鄉是土星的衛星Titan 原本是一個充滿了生氣的和平星球 但隨著人口增加資源開始短缺 Thanos意識到如果不做出改變 就註定會走向滅亡 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想法 不分階級不管老幼 隨機殺死星球上一半的人 讓另外一半的人得以生存下去 當然這樣的論點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Titan最終也邁向了滅亡 Thanos於是離開了Titan 在宇宙各地開始貫徹他的理念 每到一個星球 Thanos會隨機將居民分成兩邊 然後殺光一半的人 這個在旁人眼中看似瘋狂殘酷的做法 在他的心中卻是理所當然 甚至他還深信自己的行為是仁慈的 是為了所有人好 是在將已經失去平衡的宇宙 再次倒回平衡 Thanos的心態其實是很常見的一種傲慢 他一心認為只有他知道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也只有他有能力做到 任何反對他的人都是因為無法理解 而與其浪費時間解釋或是說服 倒不如用壓倒性的力量來強迫所有人接受 但是不管原本的用意是不是良善 強迫別人接受的好意 往往會在感動之前先感受到壓力 因為他的暴行 Thanos成為了宇宙中最令人害怕的存在 但是一次一個星球的整頓太慢了 於是他開始積極尋找 具有極大力量的六顆無限寶石 其中的靈魂寶石一直下落不明 直到Thanos察覺 羊女Gamora一直都在隱瞞靈魂寶石的所在地 他就逼著Gamora來尋找 但是要取得靈魂寶石 需要Thanos拿自己心愛的人的性命來交換 原本我們都以為 像Thanos這樣冷血的人不可能會有心愛的人 但沒想到他卻轉過身來看著Gamora 並且還流下了眼淚 原來Thanos雖然冷酷 但是內心深處他一直把Gamora視為擠出 即便Gamora無法感受到Thanos所謂的愛 但是對Thanos來說 Gamora的確是自己最重要的人 但是和實現自己的理念相比 Gamora是值得被犧牲的 對比之下 美國隊長在許多的作品裡 一直以來所抱持的信念都是 不管結局如何 我們都會一起面對 這也是為什麼在片中他會堅決反對 用摧毀、幻視頭上的寶石來阻止Thanos的做法 因為奮戰的過程是遠比結果來得重要的 要靠著犧牲所愛的人才能達成的目的 就算達成了也是毫無價值的 反觀Thanos在他的心中結果才是一切 只要能達到目的沒有什麼是不能犧牲的 包括了他深愛的女兒Gamora 而當我們把Thanos和美國隊長兩個全然相反的價值觀 放在一起比較的時候 我們明白了 一個人若無法為了所愛犧牲 就註定會要犧牲所愛 If one does not sacrifice for what he loves He is destined to sacrifice what he loves Thanos生性的理念 其實我們在其他的作品裡也曾經看到過 像是達文西密碼作者的另外一部作品 地獄就是在描述 一個瘋狂的科學家為了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 研發出了會隨機讓地球三分之一的人失去生育能力的病毒 在這些人的心裡 與其讓所有的人都受苦 不如犧牲一部分的人 就可以讓剩餘的人享有較多的資源 過著更好的生活 但是最大的問題來了 他們宣稱隨機挑選犧牲者的做法表面上看似公平 可是卻忽略了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生命的意義還有價值 在他們的心中 衡量生命唯一的基準就是能不能活下去 可是對很多人來說 生命的深度是遠比他的長度要來得重要的 說真的如果今天是我被選中能夠活著 可是Siebel被殺死了 那我剩下的生命可以說是毫無意義 就像片中Thanos曾經對Gamora說 他星球上剩下一半的人 都過著風衣族時的美好生活時 Gamora是完全不能認同的 因為那是用他心愛的家人 以及一半的同胞的生命換來的 但是Thanos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 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我們擁有智慧還有愛的能力 我們深知道生命真正的意義 是遠比只有活下去要來得多 我們會為了心愛的人煩惱、付出 但是同時他們也會為了我們這麼做 而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互相關懷 才讓生命值得延續 不管你是不是漫威的影迷 這部電影絕對會帶給你娛樂上最大的滿足 但我們覺得這部作品很明顯的是一個鋪陳 畢竟電影的結局並沒有把Thanos 跟復仇者聯盟之間的故事說完 片尾我們看著Thanos望著夕陽露出微笑 因為此刻的他終於得到他所嚮往的平靜 但我們也很期待在接下來的電影裡去驗證 對他來說是否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 犧牲別人的所愛當然很容易 可是今天換成是自己 Thanos是不是真正得到他想要的 他成為了宇宙中最強的英雄之後呢 或許他的挑戰才正要開始 我們很佩服漫威 不只成功地把十年來累積的能量做了一次極致的釋放 更是勇敢地做了一些新的嘗試 不讓這部電影淪為一部為了拍而拍的作品 我們很推薦這部作為揭開漫威宇宙下一個篇章的《無限之戰》 也非常期待接下來的續作